随着B-21轰炸机首飞的时间越来越近 外界对于它的定位也一直都是争论不休 现在它的真正作用来了 根据美国军方人士透露 B-21轰炸机将具备空战能力 能携带大量的空空导弹 一旦开战 可以对敌方战斗机群进行饱和式轰炸 可以说是美国武库机概念的体现 今天大兵就来和各位 各位聊一聊武库机 或许对于武库机这个概念 很多人是没有听过的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携带大量空空导弹 对敌方战斗机群进行密集轰炸 而在武库机这一块 美苏两国都对它有过深入的研究 不过后来却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没有量产 但是即便如此 美国也没有放弃对武库机的探索 例如在即将首飞的B-21轰炸机 它就是美国武库机概念的延伸 在2019年的时候 美国媒体就曾经披露过 其新一代隐身轰炸机的部分性能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大致参数外 美国一名少将还表示 B-21将具备空战的能力 这也将提升这款战略轰炸机的任务弹性 摇身一变也能够变成空中武库机 大大提升空中编队的攻击强度 而由于B-21是隐身轰炸机 将其改装成武库机之后 可以组成全隐身编队 避开五代机 在隐身模式下载弹量不足的尴尬局面 同时还能最大限度的保证隐身性能 可谓是一举多得 同时B-21的弹舱十分巨大 除了能够容纳AIM-120外 还能够容纳未来的AIM-260远程空空导弹 这样的话 也能使得B-21成为真正的空战核心 不过对于武库机这件事 美军一直都是讳莫如深的 虽然武库机是美国2030空中优势的专项任务 但是美军却对此一直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 B-21轰炸机最终能否成为武库机 也是两说 那么美军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个武库机呢 这还要从特朗普上台那会儿说起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美国国防战略就全面转向大国竞争了 而在现代战争下 首波战略目标打击数目多 现代城市作战目标抗毁伤能力强 反游击战火力覆盖面积大 这些情况容易导致空军的F-22 F-35火力不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空军就推出了武库机这么一个概念 在美军的设想中 武库机将与F-22 F-35无人机等协同作战 发挥后手弹药库的作用 其主要特点是面杀伤与精确打击相结合 兼顾目标集中打击与一般目标打击相结合 也就是在空优战机和预警机护航的情况下 武库机可以精确打击空中战斗机群 地面车辆等目标 实际上空中武库机设想也并不是B-21的专利了 在冷战期间 美苏两国就曾经试着 让庞大体型的轰炸机去进行空战 当时的美军认为 在未来最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空战的东欧 或者西太平洋地区 而苏联的空军数量将是远超美国的 为此美国国防部特地提出了一个空中武库机计划 该计划是将B-52之类的老平台 改装为各类常规有效载荷发射平台 与作为前方感知节点的战斗机协同作战 于是在上世纪70年代 美国空军就在B-52轰炸机上 加装了一台无源相控阵雷达 它可以进行空对空探测 可以说已经有了初步的空战搜索能力 不过由于该机只是实验性质 因此并没有进一步去研发 不过武库机的想法 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技术层面 都具备较高的可行性 因为一枚不死鸟导弹重0.4吨 一架F-14战斗机最多是能挂载6枚 对于轰炸机来说 挂载数十枚不死鸟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此外呢 由于机内空间更大 轰炸机能够搭载探测距离 更远的大功率雷达 并且安装更多的探测和瞄准设备 是理想的大型空空武器发射平台 到了2004年 美国空军开始了 区域性轰炸机的方案竞标 其目的是在B-2和新一代轰炸机之间 寻找一个过渡型号 于是波音公司就在B-1轰炸机的基础上 研发了B-1R区域轰炸机 这个R呢 就是区域的意思 在美军的设想中 B-1R将换装诺格公司的 ANAPG-83SABR有源相控阵雷达 这款雷达呢 与F-16战机的ANAPG-83雷达结构类似 但是前者的尺寸更大 同时搜索和跟踪的目标更多 同时由于研发出了体型更小的 AIM-120中程空空导弹 该雷达可以同时制导多枚远程导弹 攻击多个目标 再加上美军还准备为其换装F-22同款发动机 这它的速度呢 也会由原本的1.25马赫增加到2.2马赫 从纸面数据上看呢 B-1R可以进行超视距空战 之后呢 再以最高2.2马赫高速逃离战场 这一点也弥补了中型战斗机挂弹量不足的缺点 但是随着当时美国的反恐战争愈演愈烈 美国军费支出也逐渐向其他项目倾斜 B-1R呢最终也是被树枝高阁了 而在美军对于武库机中的所有尝试中 最激进的是莫过于A-12项目 这款战机呢 是一种全三角翼构型的隐形舰载攻击机 最初美国海军是打算用它来取代F-14D和AF-6战机的 执行对海陆的打击任务 因此该机在设计之初就具备空战能力 除了装备有AN APQ-183轰炸雷达外呢 它还配备了一台X波段火控照射雷达 具备引导AIM-120中距空空导弹的能力 从图片上呢 我们就能看出 这是一款隐形战斗机 它的两侧机翼很薄 还能够进行收缩 便于停放在航母甲板上 最大起飞重量约36300公斤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930公里每小时 它的内置弹舱可以携带 美国海军当时服役的各式武器 并且还能够携带空空导弹 分担F-14战机的舰队防空压力 但是在研发之初 美军就发现了该计划面临的重重困难 首先是全尺寸发展所需经费 预估将超之9亿美元 其次由于设计小组对复合材料加工 和处理作业困难度的过度乐观 导致原型机的制造和装配 发生预料之外的技术问题 从而导致该机的试飞日期延迟 后来终于是制造出了8架原型机之后 美军又发现该机的机身重量 已经超过了航舰上每架飞机的 可容许最大起飞重量 因此又对其开始进行了减肥计划 再加上同年 美国国防部开始节约预算 降低A-12的采购数量 以配合削减后的航母 这也导致A-12的单位预估成本 比原先计划的4800万美元更高了 种种原因下来 导致A-12的研发计划是一拖再拖 最终在1991年1月7号 美国国防部长钱尼 宣布终止A-12的发展计划 转而去研发并购置超级大黄蜂战机 取代日渐老化的F-14 A-6和A-7等舰载机 不过即便经历了数次失败 也依然不影响美军对于武库机的探索 到了2016年 美军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 空中作战研讨会上 通过一段录像 向外界展示了其武库机的概念想象图 据了解这款武库机 具有一副带有八台发动机的 B-52轰炸机机翼 机身则是像C-130运输机 但美国空军也表示 武库机目前仍是一个概念 不过使用武库机进行空战 也并非张口就来 毕竟根据现代空战和技术发展趋势 想要一款现成的飞机 改装成武库机 必须要解决大弹量的布局搭载问题 以及与F-22 F-35 无人机运用数据链 协同作战的问题 否则是无法形成体系作战能力的 虽然美军对于武库机项目 一直都是讳莫如深 外界信息很少 因此到现在为止 美国空军都没有确定公布 究竟使用哪一款飞机作为武库机的载体 因此当时许多网友都纷纷对其展开猜测 其中B1B B2 B52 三者都有可能成为武库机的选用平台 而除了他们之外 C17 C130 和A380民用飞机等 也都有可能成为武库机的选用平台 首先就改装而言 这对于美军并非难题 反而是军事能力需求和国防预算经费 以及后续的作战应用才是重点 而军用运输机 战斗机 民用飞机也是各有优势 其中运输机能够满足武库机庞大的弹量需求 但是安全性显然是要打折扣的 而民用飞机在起飞的欺骗性相对较强 并且生产能力可观 但是如果要从节省经费和库存数量 以及部署等方面看 B-52是最有可能成为武库机的平台 毕竟该型轰炸机总共是生产了700多架 并且具有很好的改装经验 而B-2和B-1B的战略威胁作用依然存在 还能够继续发挥其先进的作战能力 因此B-52是最为合适的 而针对这机型 美军也曾经提出了一些相关设想 那就是探讨武库机加预警机 加战斗机的战术体系 首先预警机雷达体积和功率都相对较大 其探测距离更远 所以由预警机承担探测和锁定任务 携带了大量空空导弹的武库机 则可以和预警机完成你射我导 当然这个武库机呢 最好还要有隐身射击 从而保证生存率 而像是B-52这种没有隐身的 那也可以选择靠后站位 同样也能达成这个战术体系 只不过需要牺牲一下射程 而剩下的战斗机 则可以携带中巨弹和格斗弹 在预警机侦察到敌方隐身飞机之后呢 战斗机出动对其进行驱逐 从而确保武库机和预警机的生存率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战斗机也可以对敌方预警机 进行攻击或逼退 压缩敌人的探测距离 同样在某种情况下 战斗机也可以同样为武库机 射出的空空导弹 进行进一步的引导 这个战术呢 与单纯以来 战机来锁定和攻击的战术相比 该战术在探测距离 锁定距离 以及射程和备弹量方面的发展上限 都要比单纯依靠战斗机更高 并且发展起来呢 也相对容易 可以用相对较少的资源 来掌握空战主动权 你可以想象一下 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 我方的预警机 就已经锁定了敌方机群 再由武库机射出 大批的超远程空空导弹 而此时呢 面对大批空空导弹起脸的机群 只能进行机动躲避 同样也不排除发出去的空空导弹 能够锁定并且击落敌方预警机的概率 毕竟预警机这个东西呢 体积大 发射信号强 机动性还差 本身就是一个大目标 而相较于美国那些 胎死腹中的轰炸机空战化的计划 苏联倒是研制并实际列装了一种 空战轰炸机 在上世纪60年代 苏联就将图98超音速轰炸机 改装为图128 全天候远程截击机 用来作为米格25截击机 列装前的过渡机型 而且由于图128 是从轰炸机改装而来的 其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40吨 是苏联空军序列里最重的战斗机之一 它的机载主要武器 为4枚R4空空导弹 每枚约半吨重 它主要防备的是 阿拉斯加方向的美国战略轰炸机 因此直到苏联解体 该机也没有任何实战记录 总的来说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 在轰炸机空战方面的研究 都还没有经历过实战考验 而美军的武库机概念 也一直停留在PPT上 那么为什么到了最新一代的 B-21轰炸机上 又要开始重新具备空战能力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美军对于这款轰炸机的 采购数量以及用途 它被用来取代B-2和B-1轰炸机 因此从一开始 B-21可能执行的任务 就不只是传统的轰炸 这么简单了 再加上它还具备 无人驾驶能力 B-21在未来将成为 美军分布式战场信息节点的一部分 而美国空军在2016年发布的 2023年空中优势计划报告中 提出了穿透式空中进攻这一理念 这指明了美军下一代战机的研发思路 按照这一理念 B-21轰炸机将穿透敌方防空网 深入战略纵深并打击敌方 关键战略目标 但是在面对拥有完善防空系统的对手时 B-21单机突防会变得非常危险 它如何来保护自己呢 两种办法 第一种就是用五代机护航 但是这里要考虑到续航问题 毕竟就以目前美军的F-22和F-35战机的油量 并不足以支撑全程半飞 而第二种办法则是让轰炸机自身具备空战能力 也就是搭载空空导弹 而B-21也完全可以做类似B-1R那样的空战化改装 也就是为其安装空空雷达 并且携带大量的AIM-120 或者更新一代的AIM-260超视距空空导弹 把它打造成一款空中导弹卡车 同时我们要知道的是 B-21轰炸机是具备有隐形无人机疗机的 因此呢 两者也可以进行组合作战 由无人机为轰炸机提供搜索和护卫 而轰炸机呢 则负责跟踪和攻击 当然将B-21空战化的想法 或许还有些激进 美军最终究竟如何选择 还需要等待下一步的消息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对武库机这个概念 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 多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